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时候真的旁观者清 他谈论三点 哪三点呢 这边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有机会我还是建议你 亲自去看一看他的那个视频内容 他说的很好 很贴切很接地气 他说第一点呢 就是马来西亚人在点餐的时候的那种习惯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好习惯 所以呢 会得到不一样的好结果吧 第一个就是点餐习惯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说马来西亚人呢 普遍上都是蛮喜欢微笑的 你觉得吗 我不知道 可是 认真想一想 诶 其实如果比较起来 诶 也算还不错 第三点呢 他说马来西亚人很很有礼貌 特别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他都会道歉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 听到I'm sorry I'm sorry 对吧 我很抱歉 对啊 普遍上马来西亚人 还是我觉得还是蛮有礼貌的 生活在这边太久了 而且我们本身 我本身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我本身 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然而站在一个外国朋友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就点醒了我们 原来我们自己 还是有一些优点 值得 我们就自己 继续的去发扬光大 并且去继续的去提倡他 老王啊 我顺便谈一谈吧 既然谈到老王 那老王呢 他本身 我第一次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人 怎么那么随便就来做视频 可是后来慢慢看他的视频的时候 我发觉到他有一股魅力 怎么说呢 怎么样讲他有魅力呢 就是他非常的真实 口语表达也是蛮清晰的 特别是他真实清晰的表达 让人家可以明白到 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 他只是说自己的感受 特别是在网上这些视频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长篇大论 因为改变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长篇大论 简简单单一个点醒一个提醒 就足以让我们成长了 从他身上 我不是非常的殷勤的去关注他 偶尔偶尔我会看一看 每次我在看到的时候 我会发觉到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分享 而且分享的内容都是他的经历 这就够了 影响人有的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去设计 而是把内心真正的感受感动加以表达 就足以打动别人的 你觉得呢? 好啦 我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希望你去看看这个老王这一期的节目 有关他的链接就放在下方的简介文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有勇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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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